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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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过饭后香烟去看望母亲 这个女人一直在街边等候着自己连长相都不记得的老公 她一直努力的回忆着 之后的几天 夏山豹和香烟各处寻找九文龙的踪迹 但一无所过 九文龙毕竟是个几十年前的混混 找这样的老帮子 在这个区只有一个地方 香烟带着夏山豹来到一家茶餐厅 这里聚集着各种老混混 他们整天吹牛逼 比如像天桥下说书人一样的大飞鸽 在这里他们还是没有收获 却遇上了这区的大姐头三妹姐 香烟出场的时候 拿到闹市的地方就是三妹姐的场子 索性她没有被认出 在展示找不到九文龙的情况下 夏山豹决定去KTV放松 在KTV包厢里 她被放高利贷的阿基逮住 后有英勇的香烟将其救出 二人为躲避阿基假装送亲工人 顺手将一架钢琴撬走 突然天降大雨 两人在街上无处可去 只好躲进钢琴下避雨 在避雨的气急里 夏山豹告诉香烟 她和九文龙之间几十年的恩怨 当年年轻的夏山豹 冯德伦和九文龙 是当地最勇猛 却水火难容的死对头 不过看他们漫画般的决斗 更像是英雄新英雄 某一天他们在立侠五厅相遇 当天夏山豹画中人也在立侠五厅里 他们以画中人会喜欢谁为赌注 一掘此凶 夏山豹率先出手 画中人告诉他 自己抽烟的时候 一直在看着他 但烟快熄了 夏山豹马上拿过 画中人手里的半支烟 喊进嘴里 画中人展露微笑 九文龙看到这一幕 知道是自己败了 他立马掏出枪 从背后袭击着夏山豹 后他趁着夏山豹受伤轰鸣 连夜将其丢上了船 等夏山豹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身处异国他乡 跟着他的只有画中人的半支烟 就这样过了几十年 香烟听了这个违背道义的故事 非常愤怒 在之后二人的相处中 夏山豹的故事虽然动人 但香烟总感觉这个人有问题 这天香烟去老红红们 聚集的茶餐厅里收分 大飞哥一如既往的给小姨辈们 连说带吹自己当年的神勇 他说着说着提到了九文龙 香烟终于有了可靠的消息 他立马回家找夏山豹 夏山豹收拾东西 和香烟一起去复仇 当晚他们见到了 和韩冰在一起的九文龙 不过韩冰在这部电影里 是个挫扫的 正值流行雨的夜晚 江湖人也需要一些情调 夏山豹砍人失败 后香烟因上次砸三妹姐厂子的事情 被对方抓住 三妹姐提出一个古怪的要求 让香烟从书中找词 来形容上次他帮过的那个女人 最终香烟通过一段色情对白 成功征服了喜欢看墨炎和冰心的三妹姐 插取过后 香烟找到了同样爱看书的韩冰 打听九文龙的下落 韩冰告诉了他当年事情的真正过程 原来夏山豹和九文龙 以前不是什么大哥 而是某位大佬身边的小弟 他们赖以谋生的职业 是菜市场的小贩 他们一个卖猪肉 一个卖牛肉 二人一直都有过节 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当天在立霞舞厅里 两人再次发生冲突 夏山豹不敌 但平时窝囊的夏山豹 忽然受到花中人吹来烟的鼓舞 奋起和九文龙战斗 但无奈他还是打败了 夏山豹不甘心 掏出枪从背后袭击了九文龙 韩冰也因帮忙挡了一枪 费了一只手 夏山豹知道自己行事龌龊 跑路去了巴西 在当地当起了厨师 他这次回港 是因为自己得了老年痴呆 记忆衰退 想再见能鼓舞到他的花中人 而夏山豹的病症 其实在电影里早已名手多次 比如他不穿衣服就出门等等 九文龙被偷袭后 大难不死得到大老气中 混得分身水起 可惜在流行雨夜那晚 他出门买烟的时候 被车撞伤 轰移住进了医院 香烟这才明白 一直以来所谓的杀手夏山豹 是把故事反过来说欺骗他 临走时候 香烟从寒冰口中得知 当年的花中人转去了龙粪舞厅 他回到家后 对夏山豹大发雷霆 夏山豹承认了一切 但夏山豹再次无耻起来 他以香烟的女友为要挟 让对方带着自己去见九文龙 医院里夏山豹拿出花中人的画像 但画像已经模糊 正如他的记忆一样 夏山豹知道自己见花中人无望 他回到家中 点起了那半支烟 与此同时 在街边 香烟的母亲忽然对他说 自己想起了香烟父亲的样子 二人大笑之哭 释怀 后香烟看到 夏山豹留下的录像 前往找他 而此时整个江湖都在找 当年违背道义的夏山豹 香烟和夏山豹 在龙粪舞厅门口会合 放高丽的大脊椎来 被香烟挡住 正好三昧姐到来 他出面照着香烟 夏山豹进入龙粪舞厅 在龙粪舞厅里 夏山豹再次遇到花中人 他还是和当年那样美丽 两人在邓丽君 我只在乎你的歌声里 跳了一曲 夏山豹知道了花中人的名字 他叫阿兰 一种埋藏在心里几十年的情愫 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故事 就此画上了句号 之后夏山豹因病情彻底痴呆 由香烟照顾着 香烟也在照顾她的过程中 邂逅了一直心意的女警陈慧玲 伴随着香烟和夏山豹 远去的身影全片结束 半只烟这部电影 是我表弟推荐给我的 当年看过之后 感慨良多还写了篇东西 今天就从那篇文章里 再去一些作为点评吧 半只烟是个集体精神没落的时代 当未知的时刻不断的到来 即便你多么抗拒忘记一个人的脸 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和时间讨价还家 有人用谎言罗织出一个欺骗的江湖 与其说想留住回忆 不如说他想让自己 如欺骗世界中的那个形象一样存活 因为他很明白 只有那样的他 才配合自己深爱的人在一起 有人用谎言 决断了一份半辈子的守候 换来的是两个人 勇敢面对未来的开怀大笑 有人整天在茶餐厅里 大吹大泪过往的神勇 可是谁又知道 那些事情到底发生过没有呢 这一切就像是你闭上眼睛听故事 你听到的都是能的划不开 但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马上变味了 没有杀手 只有懦夫 没有守候 只有自我欺骗 没有真容岁月 只有吹泥笔 电影散发出来的是一种情绪 像永远不变样的画中人那样 像下山豹用半只烟的时间 爱上一个能瞬间鼓舞她的女人那样 像邓丽君的那句歌词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欢迎大家订阅以及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